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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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cosz和sinz 于识变量函数里的cosx和sinx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们知道在识分析中 sinx和cosx绝对值都是小于等于1的 即sinx和cosx是有界的函数 但是在负分析中 它们的有界性被破坏了 如若取Z等于IY Y不等于0时 我们有cosIY等于2分之1IY加1-IY 从这个表达式可以清楚地看出 只要Y的膜充分大 cosIY的膜就可以大于任意一个预先给定的正数 同理 也可以说明sinx在负平面上是无界的 关于它们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横等关系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只是定义了sinx和cosx 当有了sinx和cosx的定义 我们可以定义其他负三角函数 比如说tanx等于sinx比上cosx cortanx等于cosx比sinx signx等于cosx分之1 cosx等于sinx分之1 最后我们介绍双取函数 在识分析中 双取函数是不被重视的 因为它是指数函数的组合 但在负函数中 双取函数对映射是很重要的 定义2.9 称shz等于1z-1负z chz等于1z加1负z thz等于shz比chz 分别为双取正弦 双取余弦和双取正切函数 定义我们给出来了 下面我们再考察下它的解析性 我们可以把双取正弦 双取余弦和双取正切函数 分别写成 那么从这些表达式 我们可以看到双取正弦和双取余弦 是在整个负平面上处处解析的 并且有双取正弦函数的导数 等于双取余弦 双取余弦函数的导数 等于双取正弦 而双取正切呢 它在整个负平面上 除去z等于k加2分之1 πi k为整数 是处处解析的 并且双取正切函数的导数 等于双取余弦函数的平方分之1 这些性质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 由双取函数的定义 和指数函数的周期性 我们知道双取函数也具有周期性 双取正弦和双取余弦的周期为rπi 双取正切的周期为πi 上面我们给出了三角函数 以及双取函数的定义 下面我们来求 余弦函数值和正弦函数值 例 求cos i 根据定义cos i等于 2分之1i i加1-i 等于2分之1-1加1 求3in1加2i 3in1加2i等于2i分之1i1加2i-1-1-2i 计算以后 它等于2分之1平方-1-2平方 乘3in1加i2分之1平方-1-2次方 cos i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负变量余弦和正弦函数值 可能是负数 也可能是实数 本章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